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与你们心灵同在 各位早安 神过早安 我们今天参与圣道礼仪 刚好在礼拜六 我的习惯就是礼拜六 我会献弥撒 然后祈祷的意向 就是为了我的家人 所有的家人 包括我妈妈 然后我的兄弟姐妹 祈祷 也为了我们的恩人 在修道生活里面 我们有很多恩人 不管是金钱上 还是祈祷上 还是精神上 有很多恩人在支持我 所以也是为他们祈祷 然后还有为了很多人 亲过祈祷 有的时候我们都会忘记 那在礼拜六特别 我把这些人的意向 也是为他们的祈祷 特别今天我们在 这个教会的礼仪里面 我们祈祈祷我们祈祷 我们希望这位圣人也是转达到天主那边 为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亲朋好友 恩人以及为我们祈祷的人 然后为求我们祈祷的人 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 为他们祈祷 现在请大家认罪 虔诚的举行圣祭 基督你奉命来拯救忏悔的人 求你垂怜 求你垂怜 基督你来召唤罪人 求你垂怜 求你垂怜 基督你在天父面前为我们转达 求你垂怜 求你垂怜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圣马定主教 为显扬你的圣名 毕生竭尽心力 死而不已 求你在我们心中 再度显示 你恩宗的奇妙 使我们或生或死 总不辜负 你的圣爱 而与你分离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祂和你及圣神 永生永望 阿们 公图圣保禄中图 至罗马人书 弟兄们 请问候普迪斯加和阿贵拉 他们是我在基督 耶稣内的同工 他们为了救我 致生死于度外 不但我该感谢他们 连外班人的众教会 也该感谢他们 还请问候 他们家中的教会 请问候 我亲爱的二派乃托 他是亚西亚归依基督的出国 请问候玛丽 他为你们受了许多劳苦 请问候我的同族 和我的同求者 安德洛尼科和尤尼亚 他们在圣徒中 是有声望的 也是先我归依基督的 请问候我在主内 亲爱的安普里亚 请问候我们在基督内的同工 吴尔巴诺 和我亲爱的斯塔基斯 你们要以亲吻彼此问安 基督的众教会都问候你们 我这代笔写信的特诀 也在主内问候你们 那位常接待我的 也常接待全教会的家约 问候你们 本城的师库厄拉斯托 和夸尔托兄弟 也问候你们 愿光荣归于天主 他能依照我所传布的福音 和耶稣基督的宣讲 并按照他奥秘的启示 坚定你们 这奥秘从永世以来 就是秘而不宣的 但是现在按照永恒天主的命令 已经显明了 并借着先知所邪的 显示给万民 好使他们相信并服从 愿光荣归于耶稣基督 归于唯一全智的天主 直到永远 阿们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天主我要永远歌颂你的圣名 天主我要永远歌颂你的圣名 我要日日歌颂你 赞美你的圣名 永不停止 上主伟大 极堪赞扬 他的伟大不可测量 天主 我要永远歌颂你的圣名 世事宣扬你的功臣 代代传述你的大能 称颂你的尊荣 传扬你的话功 天主我要永远歌颂你的圣名 上主 愿你创造的一切都称谢你 愿你的圣徒同生赞美你 讲述你亡国的光荣 传颂你行事的威能 天主我要永远歌颂你的圣名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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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基督本是富足的 却成为贫穷的 是要你们因他的贫穷成为富足的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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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圣名同在 恭读圣路加福音 主愿光荣 那时候 耶稣对门徒说 我告诉你们 要用不义的钱财 结交朋友 这样在金钱失去价值的时候 有朋友 有朋友接你们到永远的账目里 在小事上忠信的 在大事上也会忠信 在小事上不义的 在大事上一定也不义 如果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信 谁还把真实的钱财 托付给你们呢 如果你们在别人的财物上不忠信 谁还把属于你们的自己的交给你们呢 一个家仆不能侍奉两个主人 他若不是恨这个而爱那个 就是忠于这个而亲事那个 你们不能同时侍奉天主 又侍奉金钱 贪财的法利塞人 听见这些话 就失效耶稣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在人面前自忠义人 天主却知道你们的心 因为在人看来是崇高的 在天主眼中却是可证的 上主的圣言 祈祝我们赞美你 我们所默想这个议题 又跟金钱有相关 但是我们今天要把我们的心放在一个另外一个主题去默想 到底我们这个生活依靠什么 什么人还是什么事 让我们认为它是最重要的 什么事让我们觉得最重要 还是说什么东西还是什么人在做我们的主人 这个礼拜我们都一直默想 耶稣他是一个最好的榜样 一个最好的师父 他活出那种的关注别人的态度 然后也用他的生命 就是死在十字架上 然后给我们邀请 要跟随他 就是要有同样的一个生活的模式 然后昨天我们也讲 耶稣知道说你们怎么用这个钱 是为了结出朋友 为了一个最远的一个未来 应该怎么生活 而今天耶稣他又同样就是跟钱有关系 但是我们应该是我们的专注力 是在耶稣他自己 他自己变成我们生活的模范 生活的导师 所以耶稣他这位真的是变成我们的导师 他的生活 他的生活的模式 他专注别人的模式 变成我们生命里面的一种丰富 如果我们只有专注自己的 专注自己我们的生命 我们按照我们的想法去生活 那是不是耶稣要的 他要我们的生命更丰富 他要我们打开心 他要我们走出去跟其他的人联合在一起 所以不管是耶稣交给我们什么样的东西 你的能力 你的时间 你的钱财 你的孩子 你的家人 你的所有的朋友 这一切都是他给我们的礼物 而这些礼物也是要成为 我们要活出耶稣那种专注别人的方式 还是说一种模式 因为爱或是说关心必须要有对象 天主他的对象就是人类 人类所有的都是他所爱的对象 然后这个对象希望能够慢慢慢慢的这样的延伸 延伸 我们的所谓的延伸就是我们的亲朋好友 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所认识的人 甚至那些我们没有认识的人 他们需要我们帮助的人 也是我们爱的对象 关心的对象 所为我们表达爱的对象 所以我们真的是再一次感谢耶稣 他真的是给我们好的榜样 同时他也给我们天主的力量 天主圣神的恩宠 让我们能够有勇气 获出这个爱的精神 慷慨的精神 拥抱别人的精神 所以愿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身心里面 把那一把火 爱的火 圣神在我们中间燃起来 让这个火 那个爱的火 圣神的力量 帮助我们 鼓励我们 继续到我们的兄弟姐妹 这个社会里面的兄弟姐妹 还是说那些边缘的人 他们真的需要天主的爱 所以我们就是变成耶稣的好朋友 变成耶稣的好榜样 所以变成耶稣的好像他的手 变成耶稣的手去分享 耶稣所给我们的爱 愿天主降福我们 阿们 请大家一起来献上我们的祈祷 主 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 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传播 主 愿你以圣从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取始 且以你的旨意为准神 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灵 全意全力小爱意 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 成败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所取行的梅沙 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圣明 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 以诸圣人圣女的榜样 诸圣侍奉你 祝祝你的圣从木于我们的身心 愿求你实恩于我们的父母 家人亲友及其谨恩人 神于教会受他 国家领受及各级政府官员 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 为众人服务 求你永生的天主 求你配慈圣神的恩宠 求你把分十其恩的安慰着圣神 庆祝于我们及其信友的心中 求祝我们敬畏及孝爱之神 阿们 求祝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 阿们 求祝我们超见其名答之神 阿们 求祝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祝求祢随切信仰 祢的人先去成见少数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祢使一切基督徒走向 奥地步伐 并使上会蒙受福利的广大人民 获得祢的真理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善心人的意愿和希望 交托在祢手中 并奉主耶稣的名为他们祈求 我们的天父 愿祢的名寿显扬 愿祢的国来临 愿祢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祢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祢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陷入诱惑 但求我们免于凶恶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主与你们的七名同在 愿主那个天主圣父圣子圣神 将福你们 阿们 圣道礼仪礼成 你们去传报福音吧 感谢天主 赞美耶稣生命 赞美耶稣生命 我爱吃我的宝类 我的救援我全心依靠它 赞美耶稣生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